三十岁的无家可归男子乔丹尼利 日前在纽约市地铁车厢上被制服时窒息致死 事件引发争议 经验尸之后 是法医办公室裁定为他杀 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将调查案件 尼利周一在一列地铁车厢上 与一名24岁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发生肢体冲突 社交媒体视频显示 尼利当时在车厢内大叫 指自己没有食物 也不介意坐牢和终身监禁 更称准备死 后来把外套扔到地上 此时24岁的男子试图将尼利制服 并扼住其颈部 另一人曾按住了他的手臂 尼利随后失去知觉 被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 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在验尸之后周三证实 尼利死于颈部受压 并裁定事件为他杀 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同日表示 正在调查案件 办公室发言人称 当局将审查法医报告 评估所有可用的视频和照片 确定并采访尽可能多的证人 也将获取额外医疗记录 市长亚当斯在声明中说 由于对事情有很多的不了解 所以不会进一步评论 强调要让检察官和执法人员 一起进行调查 但确实知道事件 涉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此外 有活动人士呼吁 对此前已被释放的24岁男子提起诉讼 并在今明两天举行抗议活动 长岛苏纳县发生一宗严重车祸 一名醉酒司机逆向行驶之后 撞上另一辆汽车 导致两名14岁少年死亡 另包括司机在内共有5人受伤 事发于周三晚上10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长岛苏纳县 捷里科北百老汇 也称为106号公路 官员表示 当时34岁的男子辛格 驾驶着一辆稻奇公羊 在北行车道向南行驶时 与一辆载有4名青少年的轿车相撞 其中两名 罗斯林中学8年级的14岁学生 哈森拜因和福尔科维茨 当场被宣布死亡 另外两名16和17岁的男孩 则因内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青少年的汽车在被撞之后 也撞上了另一辆汽车 车内一名49岁妇女 和一名16岁男孩受到轻伤 在现场接受治疗 至于同样受轻伤的辛格已经被捕 现在面临严重车辆杀人罪 车辆过失杀人罪 酒后驾驶和两项二级袭击罪等指控 他周四在亨普斯特德被提审 纽约市府官员4日宣布 自纽约市商业快递服务团队NYC Best计划推出以来 当局已驻市内小企业在通过避免罚款和违规行为下 节省超过2200万元 自免费计划推出以来 NYC Best向市内于2200家多元化企业提供协助 除了提供一对一专家支持外 也帮助企业主解决或避免罚款和违规行为 同时在了解市府的规章制度上节省时间和金钱 以及加快获得许可 市长亚当斯同日宣布推出小企业月 以在整个五月份推广纽约市多元化的小企业 亚当斯形容 纽约市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他们希望每个小企业都能实现梦想 这就是他签署小企业前进行政命令的原因 为小企业削减繁文乳结和节省资金 纽约市小企业服务SBS专员金凯文表示 该机构也帮助纽约与市府机构 签订了创纪录水平的合同 并启动了7500万元的纽约市机会基金 纽约市目前已恢复大流行前 私营部门工作岗位的99.7% 预计仅需几周的时间就会达到100% 届时将创下纽约市历史上 私营部门就业岗位数量最多的记录 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利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 随着联邦大流行援助即将结束 及潜在的经济衰退迫在眉睫 纽约州的财政状况仍然存在问号 州长获处和立法者本周批准了2290亿元预算计划 当中包括为学校提供创纪录水平的资金 并加强对州内心理保健的支持 同时将向MTA投入更多资金 迪纳波利说 所有这些都值得称赞 但是预算仍存在透明度问题 而预算中有数十亿元不受他的办公室监督 迪纳波利说 通过没有细节的一次性总支付方式 支出仍然是过多的 预算仍然缺乏急需的透明度 其中约50亿元的条款 似乎免除了主记长的监督 资本项目资金也显著地增加 这将给纽约州剩余的债务能力 和成本已经很高的债务水平 带来更多的负担 迪纳波利警告 州府可能很快就会再次处理支出和收入的差距 并需要增加税收或削减成本 他表示 随着联邦大流行援助即将结束 和经济衰退的可能 目前尚不清楚未来几年 经常性债务如何与收入相匹配 这可能意味着 年度预算缺口 使未来关键项目的资金处于危险之中 这可能性债务的资金也显得更多的负担 这可能性债务的资金也显得更多的负担